医院内烟雾粉纯弥漫 英文人员忙着移动 单架上的病人 医院内枪声吼叫声四起 15号乙军又挑医院攻击 这次锁定加萨南部最大的纳瑟医院 就怕又成为国际舆论剑靶 以色列军方赶紧出面消毒 在此同时 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谈判迟迟喬布隆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蝶欣坚持要对拉法动武 但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三国领袖看不下去 欧洲总理阿伯尼斯在社群网站 XPO出三国联合声明 警告以色列别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击 并敦促即刻人道停火 在此同时数号以色列通讯部长宣布当局批准了美国富豪马斯克的新链卫星网路服务 能支援拉法野战医院网路有助于及时医疗 靳新闻摇慧文蔡琼满报道 立刻下载靳新闻APP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靳善靳美靳好新闻